词曲 李宗盛 那自信推开了窗 看看天空其实非常宽广 星星太阳月亮 各有值得被赞叹的光 不要自我捆绑 生命会更善良 发现能成就的事超不想象 换上了心愿眼光 才会知道默契可以培养 我们并不一样 却能互相给对方力量 都曾无解释慌 也曾怀疑感伤 还是遇见真的心动 爱一起分享 走 别害怕去梦想 Never give up 向前闯 世界上没失败 除非你人疏通想到 别害怕去梦想 倾听内心的愿望 就算碰到阻挡 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 现在就要出发 未来才能抵达 汗水和眼泪在飞扬 你努力的模样 多么漂亮 带着氧气前往 拒绝半路返航 执着是我们的信仰 要用好的倔强 朝远方飞翔 林倩如已经逛课两天了 今天是第三天 依照校规逛课满三天 就要勒令退学 曾老师 你要有心理准备啊 主任 退学怎么会是最好的办法呢 有问题的学生留在学校 至少校园还有一层保护 退学之后 就没有任何力量 可以导致他们的行为了 曾老师啊 如果林倩如她是第一次犯错的话 也许我还会给她机会 也许还有值得原谅的地方 可是你看看她的辅导记录嘛 抽烟 打架 飙车 这样的学生就算不退学 她能够毕业吗 这种学生我看多了 把她留在学校啊 只有制造更多的问题而已 那退学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解决学校的问题 还是解决孩子的问题 还是把问题丢出去 你 现在还是早上 我不认为现在就应该讨论 关于林倩如退学的问题 我还有半天的时间 可以去找我的学生 身为老师 我没有任何理由 可以放弃我的学生 曾老师 曾老师 你可以坚持你的教育理念 可是我也要以我的经验告诉你 凭您的力量啊 是没有办法改变林倩如的 这样的学生我看多了 我告诉你 人有没有那个命都已经注定了 如果想改变的话 除非他祖上基德 你懂吗 你 主任 或许您说的是您的经验法则 但是我想告诉您的是 我现在正在很努力 当那个基德的祖上 谢谢您找我来谈话 让我更了解我学生的处境 告辞 如果是以前 我一定会对着他开骂 可是现在我忍住了 这不是为了我自己 而是为了小倩 让我看一下嘛 你一直穿着湿的衣服 很容易着凉的 快 要是累 小倩的爸爸 是因为终身派入浴 他的妈妈是被他爸爸打跑的 小倩小时候 也有多次受虐记录 我怎么可以放弃小倩 怎么可以 曾老师 要出去啊 是 我这两节没课 我出去找个学生 找学生 是啊 找我们班唯一那个 还没做过家庭访问的学生 你要突袭大家 希望能突袭成功 对了 如果有学生找我 麻烦你告诉他们 我两个小时之内一定会回来 没问题 麻烦你了 不会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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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倩 小倩 不好意思 我是来找对面读国中的那个女生 请问你有看到她吗 你是谁啊 你找的要做什么 我是小倩的老师 这两天她没有来学校 我是担心她生病还是发生了什么事 老师 老师 阿嬷你好 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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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像小倩一个人 那谁照顾她 就自己照顾自己 她阿嬷有叫我带她照顾她 但我腿就不方便 陷入楼梯就不繁热 都是小倩 带我在买便当 和一些有的没的 老师 我告诉你 其实小倩的生态是很好的 暗默实在一种家庭 老师 都生命了 小倩 我的国文作业建议抄 这是数学作业 我一定改好了 谢 小倩 英文 英文可以抄我的 你 好了 你还是抄厌尾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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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作业 还有一篇作文 我已经帮你写好了 你早上上去就好了 好 可是还差一篇 还有一篇照照 我快写好了 小倩 算得真准 今天早上也在算 要是你今天不来 就会被退学了 我又不怕被退学 又不是没退过 我来呢 是因为明天学校 不是要检查每个班级的作业吗 要是我一个人没有教 我们班 岂不是不能被自己假想 先吃饭 功课待会再擦 对啊 先去吃饭 小倩 我帮你打菜 好 老师今天怎么还没过来啊 等一下我去办公室 告诉老师小倩来了 张老师 那就谢谢你的支持了 我会再寄邀请函给你 谢谢你 谢谢 好 拜拜 没想到还挺顺利的耶 喂 嘿 翠芳 我正要打电话联络 什么 你说什么 你打了几通 太好了 大家反应都很好 是啊 我也跟所有当老师亲戚朋友 都说过了 他们都愿意帮我们搜集通讯录 还有打电话 所以我想 说不定 中立教练会 真的可以成立起来耶 什么说不定 既然我们决定做了 当然就要做好啊 那我要开始把年度企划案定稿 还有 构思邀请函应该要怎么写了 好 谢谢你喔 不客气 那就这样了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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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小倩 和其他像小倩这样的孩子 需要更多志同道合的老师 一起努力 曾玉珍加油 不是所有事情都让人泄气的 徐少珍3900076 快点啦 有人看到林倩如 不要放人走 他还敢在上水 好像不怕被毒 走了 先确认一下 再通知老大 叫他们在下班告诞 借过 借过了 不要急事 借过 借过 小心借过 你干嘛 神经病啊 奇怪 没有啊 难道他们看错了 你干嘛 你干嘛 班长是哪一个 我就是 请问有什么事 我问你 你们班的林倩如 林倩如 他这几天都没有来啊 没有来 真的吗 嗯 请问你找他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不关你的事 他们走了 他们走了 我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 我从来都没有跑那么快过 叫外面把风等不好 小姐好 你快出来了 他们都已经走了 谢兰 不好意思 害大家那么紧张 不来了 不来了 对啊 我现在本人觉得好刺激哦 他是要接 但是如果是是或是误的话 就是 所以刚刚说介细词后面 一定要接的是 所以介细词后面 这个是 对不对 对 对 那如果介细词后面是 对不对 对 对 那介细词后面 如果是人的话 是 但是如果是是或是 或是 下课了 那我们等一下 第一句大字好不好 好啊 你去来打 那边 你要看清楚 要不然会害到小青的 知道啦 我会啦 店都赢 我感觉很棒 你有什么好想 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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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要自然一点 你觉得今天午餐怎么样 我最喜欢那个卤鸡腿了耶 是喔 我很喜欢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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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知道 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孩子 所以今天才会冒着危险 到学校来赶作业 我知道 他们都很希望再得一次嘉奖 我不想拖累大家 你挺他们 他们挺你 你们这样挺来挺去 我真的是既感动又担心 真的 对不起 刚好是担心了 我没什么 我在意的是你的安全 这样好不好 如果你愿意天天来学校 我就天天载你回去 甚至可以天天载你来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家很远的 又不好找 我今天已经去过了 我不会今天住家里啦 我外面还有事 听起来很大条耶 你确定你可以应付 到目前为止还可以啦 虽然我是不知道 你现在惹了什么麻烦 可是我还是要跟你说 应付不了的时候 记得来找我 嗯 我脚都麻了 我真是佩服你 可以趴着上课抄笔记 哎 没事 老师你怎么了 老师你怎么了 老师不在家呢 没事老师脚麻了 我扶你出去 好 一三 小三小 你等我吧 我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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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Made from the J Made from the J J J就是肥 J就是肥 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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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老师拜拜 拜拜 老师 我还有一个问题 老师老师 老师 小倩她自己先走了 来 带来 带来 带来宽 先坐 schle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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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r与认 小倩 掉 快走 快走 小倩 照著 快走 有人跑了 我從來沒有開這麼快過 真的 當然是真的 我第一次開去沒有開過的地方 是在燕尾 第一次迷路是去小龍家 現在第一次超速是在你 現在我又迷路了 你可以告訴我要怎麼開去你家嗎 我沒有要回家 前面放我下車就可以了 這邊是我的地盤 他們不會過來的 我確定 明天你會來學校嗎 應該會吧 沒有 沒有 我在你 因為 我不知道 我幾點會上學 OK 如果你想要找我談 歡迎你隨時打電話給我 後來找我都可以 謝謝老師 拜拜 照顧你 小倩 小倩 我不知道要怎麼開回我家 你家在哪兒 我跟你講喔 在那邊 然後左轉 對 然後再回轉 不然就能不能這麼便宜 小倩 小倩 老師 幫你帶路啦 小倩 謝謝 小倩 小藩 風 小慛 你怎麼這麼晚了 來 回來 下次會晚回來 拜託先講醫生好不好 能講我當然會先講 今天這是緊急狀況 我當然是先救學生要緊 還好是小倩騎騎車來帶我 不然我不曉得繞到什麼時候 才回得了家了 說不定又要停下來打電話 等你來救我 不過這樣挺危險的 還好沒有遇到警察林檢 我幫你採碗湯 你要不要再吃一點 不用啦 我今天吃很飽 對了 你還沒到家的時候 崔芳師姐有打電話過來 聽她的聲音 好像心情很好 大概是教練會的事情 進行得很順利吧 那就好 我吃完飯再打電話給她 這幾天 還好有成立教練會的事 在激勵我 讓我比較沒有孤軍奮鬥的感覺 來 小心燙 小心燙 為什麼說孤軍奮鬥啊 因為好像只有我這個做導師的 拚了命想辦法希望把小倩留在學校 而尋導主任跟校方 卻好像一心之想她趕快離開 別這麼說 你們班的學生 不也是你最堅強的後盾嗎 是啊 謝謝你提醒我 雖然我沒有辦法去改變 主任他們處理學生問題的方法跟觀念 可是我卻可以影響我們班的學生 讓他們了解 除了成績跟分數之外 人生當中還是有很多可貴的事情 值得去付出還有珍惜 例如友誼 互助 體諒 還有關懷 老婆 你越來越漂亮了 一定是翠芳 她八成等不及了 我去接 喂 翠芳 我介紹的是妳 很好 今天大家都很有精神 加油 欸 妳看好久不見了 看不見了 看不見了 看 都看不見了 那怎麼還沒喘 媽呀 我們的招一招命啊 喂 你說什麼啊 你給我 你怎麼會抓到 你怎麼會抓到 快抓到 開門了 快抓到 快抓到 開門了 喂 給她走進去 現在要怎麼辦 我們在這裡等 批地一招下去 一定會出來 來 妳怎麼會抓到 有 還要抓到 一招 有 留一個一個慢慢拿 拿好了就整隊 加油 加油 老師 老師 怎麼了 有啦 外面有四個人在追我 就在外面啦 好 沒關係 你先不要緊張 我來處理 燕偉 你先帶班上同學進教室 老師去跟他們談判 老師 你真的要自己去 老師 要不要先報警 還不需要 燕偉 快 先帶同學進教室 老師 等一下 老師 你不要去啦 你們不用擔心 老師念書的時候 外號叫做俠女 這種場面我見很多了 沒什麼好怕的 老師 好煩喔 好煩喔 這樣 你們要找林芊茹是吧 她沒理由什麼 我是林芊茹的老師 老師 你們跟林芊茹到底有什麼過節 為什麼緊追著她不放 林芊茹沒有跟妳講嗎 我要聽聽看你們說啊 因為她告訴我的不一定是實話 老師很明理喔 事情是這樣啦 林芊茹跟我們家做一筆錢 去買自行車 拖了很久都沒有行 我每次去託啦 她就找一大堆理由跟我拖 現在我們家已經沒耐心了 所以要她連本來 馬上把錢拖出來 事情就是這麼簡單 我以為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呢 只不過是錢而已嘛 是啦 原本我們剛才是說 以前如果不拖出來 就要把自行車拿去 誰知道不知道把自行車拿去 好 我們兩個找都找都沒有啦 不知道是已經把車賣掉 還是怎麼樣 就這樣 還有呢 還有一條啦 林芊茹的手 去打到我們家的錢了啦 這事情就都還沒錢 所以 人家的事情又要做人處理啦 她就偏偏都閉不著去面 起碼她也出來負擔一下 你說對嗎 嗯 林芊茹這樣做 的確很過分 換作是我 我才不會這麼輕易放過她 你們這樣做算是對她很客氣啦 老師妳還蠻講道理的啦 那我可以知道她總共欺你們老大多少錢嗎 什麼啊 這喔 她跟我們家的借的是三萬啦 連利息總共是三萬八 還有醫藥費 我們家是說啦 兩兵收拔都不對 所以一兵負擔一半 要林芊茹出兩千就好了 那總共就是四萬囉 雖然數字不大 但你們也知道 林芊茹就是因為沒有錢 所以才躲著你們 雖然她言而無信需要教訓 可是她現在沒有錢 你們逼她也沒有用啊 你們為什麼不給她一點時間 讓她好好去解決呢 我會轉告林芊茹 請她想辦法還錢 分期不管都好 反正就是一定要還 因為欠債還錢 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啊 對啦 對啦 有得利啦 但是 我希望你們不要再到學校裡面 來製造恐慌 影響其他學生的心情 以免傷及無辜 這些話 我希望你們告訴你們老大 如果有問題的話 請他來找我 可以嗎 好啦 看在那老師這麼年有生意的民主上 我會回去跟我們大人說啦 不要這樣 不要啦 大家保安啦 對啦 只要林芊茹有 有生意出民改館 我絕對跟我們大人說啦 絕對不會被威懶了 那就好 我的心跳怎麼這麼快 我的心跳怎麼這麼快 曾玉珍 你真的該改名叫曾大膽了 小倩 今天的事算是暫時落幕 可是如果你還是繼續現在的生活 同樣的情形 還是很有可能繼續發生 老師也不可能每次都保護到你 我知道 今天看到班上的同學 因為我的事那麼害怕 我也覺得很過意不去 我覺得 我不應該再給大家製造那麼多的困擾 害他們更緊張 那你希望老師怎麼幫你 我 老師 你已經為我做得夠多了 那你阿嬤有沒有說 她什麼時候會回來 我阿嬤說 我阿嬤說 她考慮 要一直在台南的阿姨家 照顧小孩 那你呢 我不知道 我還沒有仔細想過 那阿嬤怎麼說 你阿嬤呢 你阿嬤呢 他們有想過你以後要怎麼辦 總不能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裡吧 就算要留下來 你的房租 你的生活費 又由誰來負擔 我常常惹阿嬤生氣 阿嬤已經對我很失望了 阿嬤 你也許 你也許 她早就不想看到我了 反正 反正 我本來就是多餘的 連我爸媽都不要我了 小倩 小倩 你要知道 這不是你的錯 這是大人的錯 你要相信你夠好 你要愛你自己 你是值得被愛的 可是 我愛你自己 你也許 你也許 你不願意 老師知道 身體的傷口會好 心裡的傷口 要去慾芋真的很難 很難 可是老師還是相信 可是老師還是相信 傷口總有一天會好 只要我們有信心 媽媽 你要答應老師 以後不管怎麼樣 不管你在哪裡 都不要放棄自己 都不要放棄自己 把阿姨的電話給老師 老師幫你打電話給阿姨 不要放棄自己 不要放棄自己 今天要放棄 留下來等我一下 那四萬塊 老師先借妳 等妳有能力的交換 電話打得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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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打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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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倩的阿姨說 她可以讓小倩搬過去一起住 不過小倩必須要辦公辦讀 還要不能惹事 否則她一仗恐怕很難接受 至少她接受了小倩 這一點妳可以放心了吧 但是我還沒有打電話 問小倩也不願意 不過我會再問她的 正光啊 手痠不痠 要不要休息一下 還好啦 誰叫我的字這麼漂亮 無人可以取代呢 人家是覺得 用手親筆寫的邀請函 比較有誠意啊 是啊 我想到那些老師 一打開信封 就看到一封字這麼漂亮 而且內容又文情並茂的邀請函 然後又看到這麼詳細的 年度計畫 一定會被感動的 那就好 我真的好希望會有更多的老師 因此對教育更有想法 更有熱情 更有… 更有方法 走 走… 小倩到底怎麼了 怎麼那麼多天沒來 正光 小倩好多天沒有來學校了 今天晚上我想去她家一趟 看她怎麼樣了 小倩 小倩妳在家嗎 我是曾老師 小倩 應該不在家吧 不可能啊 我在樓下的時候看到有亮燈的 也許是忘了關了 小倩 對了 阿桑 老師 阿桑 老師 你記得我 對了 我是小倩的老師 小倩她 老師妳不知道嗎 小倩早就半早了 搬走了 怎麼會 可是我明明看屋裡有亮燈啊 阿桑 阿桑 對啦 可能是處處 早沒來拚出來 忘記關了啦 那她什麼時候搬走的 有沒有說什麼 她就是不知道去 來搬東西 不然她要去哪裡了 老師啊 我跟你說 小倩其實是很乖的 她要走的時候 還跟她買一些東西 道謝我照顧她 其實喔 我怎麼照顧她 小倩的時候 她爸爸喔 如果在打她跟她媽媽 我都帶她去跟她問 還去報警察 到現在坐牢了 腳又不方便 像我小倩在照顧我 這個小小孩 小小孩是很大心的喔 這種小小孩沒得罪了喔 如果 我早一兩年 當小倩的老師 這一切 會不會變得不一樣 小倩的不告而別 讓我十分遺憾 因為我一直很希望 能看到小倩畢業 直到兩個星期後 我收到了小倩的信 老師 我已經搬到南部了 我考慮了很久 我覺得 應該要離開原來的環境 才能有新的開始 我也不想繼續麻煩老師 為了我而傷腦筋 現在 我已經開始打工了 我不喜歡寄人理下的感覺 所以我沒有住阿姨家 但我一有空 就會去看阿嬤 我知道 老師會很失望 我沒有繼續念書 希望老師不要太難過 不要生我的氣 當一個老師 你已經做得夠多了 我是曾老師 你摔焦啦 小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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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快帶路啦 你是值得被愛的 我會永遠記得老師的話 好好照顧自己 愛自己 對自己的人生負責 我也會記得班上那些 可愛的弟弟妹妹們 請老師幫我向他們問好 我很抱歉 沒有跟老師說再見 因為我想如果沒有說的話 也許會有一天 可以再見到老師 小倩 祝福你 好 好 育珍 待會兒教練會的招募場會 開始的時候 是我先開場 介紹流程 對不對 是啊 這個我們不是昨天 已經在電話裡面 討論過了嗎 我就緊張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最害怕上台講話 偏偏你又當司儀 你不當不行啊 現在中立教練會才剛草創 我當講師 你當司儀 正光佳進來當招待 剛剛好一個都不能少 三個臭皮醬 剩過一個諸葛亮 今天就看我們這三個臭皮醬 能招多少人了 我相信 對教學有熱情的老師 一定會來的 可是 如果只有小貓兩三隻 怎麼辦啊 那就以兩三個人為起點 然後以一一傳百 把這個熱情慢慢傳播出去 我相信 中立教練會一定成立起來的 因為 我們要成為孩子們的貴人 只要多一位老師 每個孩子就多一個機會 所以 我們非成立起來不可 嗯 沒錯 我們一定要成立起來 一定可以的 我支持你們 所以大家不要欺負自己的力量 我相信 我們一定有能力 可以成為孩子們的希望 成為孩子們的貴人 謝謝大家 感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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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啦 我只是有點矛盾 不過其實我自己 一直知道答案的 你認為我是一個 對家庭沒有責任感的人 葛宗偉 你們想要做什麼 各位 是不用緊張 我們這時候有一個事情要找你參加參加 可是因為你在決定 有好天出什麼事情 這時候我一定算你在決定 唉唷 英文程度不錯喔 當然 我代表全體三年十七班同學歡迎你 表歡迎 錯了 你就直接對著要歡迎的人說一個字 歡迎就可以啦 歡迎 不好意思啦 是我不顧你 我才沒辦法替你一組講到的 尤其我們說話有什麼事 你已經叫老師的 今天不會差人了 課表上面有沒有一堂課叫做睡覺課 為什麼上課不能睡覺 我沒有吵你 我要你吵我啊 你可以唱歌 你可以跳舞 你可以朗誦 你可以演講 你可以追趕跑跳砲 待會兒三千變了 仔細想喔 你現在做的任何決定 都很有可能會影響這些孩子的醫生喔 幫 你們要怎麼幫 要是你們真幫得上忙 我又何必搞成這樣 又何必不敢說 你們除了假關係 還會做什麼 這麼好的條件不接受才笨嘛 你說對不對 不後悔 一句話就這麼說定了 成家 我知道對你來說 這世界有一點複雜 我知道你肯付出 卻不懂該如何表達 我知道你不喜歡 承認世界的偽裝 我知道 我知道關於未來 你有自己的想法 天地萬物都有 存在著世上的意義 沒有一個人 有放棄的權利 我會牽著你的手 但是路要自己走 面對選擇的時候 聽聽心底寧靜的角落 有一天我會放手 因為路要自己走 失去方向的時候 記得抬頭仰望 清澈的天空 成家 聽心底寧靜的 雖然 自然 對 人家 他們